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能审视多事 把握时局的发展 1.心境自然凉 在一个天气酷热的日子 白居宇去拜访一名叫做恒记的禅师 见他在闷热的房间里安静地坐着 白居宇不解地问 禅师 这里好热呀 怎么不换个地方 恒记禅师说 我觉得不热 甚至还很凉快呢 这句话让白居宇顺手触动 于是俯视一首 人人避暑 走如狂 唯有禅师不出房 非是禅房无热道 为人心静 身子凉 后来白居宇还曾做一首消暑 云 何以消凡数 端坐于院中 眼前无常物 窗下有清风 散热由心静 量身为时空 此时身自保 难更与人同 其心静自然量的心态和修行 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 一个小和尚在禅房里打坐 忽然听到了窗外的禅民 他拼命让自己安静下来 可是禅民的声音越来越大 他终于坐不住了 站起来 走到窗前 大声呼叫 赶走 驱赶走树上的禅 禅飞走了 禅房变得安静了 隔一会儿禅又飞了回来 拼命思鸣 小和尚心神不宁再次驱赶 如此反复啊 折腾了半天 结果还是无法安静下来 第二天 小和尚问师父 师父 禅房外有禅民生 如何才能把禅赶走呢 师父说不需要赶走禅 小和尚不解的问 不敢走禅 我换个地方打坐去 师父说你不需要换地方 小和尚有些生气 对师父说道 师父 你这是在戏弄我 还是在嘲笑我 师父笑着说 你应该赶走心中的禅 小和尚琢磨了很久 忽然顿悟 在S走进禅房 小和尚真的能够静心打坐了 窗外依旧有禅民生 声声入耳 但已经无法干扰小和尚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感觉 心神不宁 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 也不是走透无路了 而是心中有烦恼 有嘈杂的声音 一阵风 一阵雨 一阵气笛声 一阵脚步声 都可以传入到耳朵里 都可以扰来思绪 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赶走的 不是外界的干扰 而是来自心灵的杂音 心静如水 才是人生大智慧 心安静了 世界就安静 心若不动 风又奈何 二 学会让步 以退为进 老子说 上山若水 水山立万物而不争 出众人之所恶 故己于道 做人应该心怀善良 积极帮助别人 但不所求回报 把自己的好位置 让给别人 体现的是自己的高尚 也会成就于优秀的自己 与人争执 是一个人的本性 人在社会上混 谁都不愿意输 谁都想成为人上人 有大智慧的人 把输当成是一件平常事 把赢当成一件意外的事 现实生活中 越厉害的人 越低调 越安静 在任何场合 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 把一切都置之度外 才能够洞悉到一切 一个浮躁的人 总是把自己置身在 当前的环境之中 反而会迷失自我 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遇到 这样的情况 一个开车的人 遇到了拥堵的路段 就会烦躁不安 猛暗喇叭 惹怒了前车的驾驶员 两个人下车理论 还动手打架 结果两个人 都被带到了派出所 耽误了时间 还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例如 开车的人耐心等待 拥堵的路段 隔一会儿就过去了 如果车里放一点轻音乐 那么堵车 也会变成一段 独处的好时光 一个人不争就赢了 拼命争执就输了 学会让步啊 自己才会活得 从容自由 懂得退步 才是以退为进 三 洞中有静 静中有洞 水是干净透明的 心如水 总是能够透过 事物的表象 看到事物的本质 很多人总是知其一 不知其二 有大智慧的人 揣着明白装糊涂 看透了一切 但装糊涂 总是能够把握先机 一条河流遇到了堤坝 河水愤怒 猛烈地冲击堤坝 结果徒劳无功 当河水放弃了冲击堤坝的想法 慢慢往上涨 悄无声息地漫过了堤坝 原来放弃 也是一种进步 学会了冲刺 固然难能可贵 但是有些事情啊 冲刺是没有结果的 只能慢慢来 就像水流一样 遇到了悬崖峭壁 就猛烈地俯冲 遇到高山河堤坝 就慢慢上涨 看似无形 却最有形 看似无力 却最有力 古人说 水滴为海 人滴为王 一个人放低了姿态 别人的智慧 就像海水一样 慢慢涌进到生命里来 大地最低的地方 就是大海 成为了百川的归处 能够做到心静如水的人 其实是包容了万物 心如大海一样宽广 世界万物都在心中 那么做任何事物 怎么会没有把握呢 做人如水一般 干干清净 身子正不怕影子歇 只要守住一颗干净的心 哪怕被污染了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还是会真相打败 回归到 干干净净的状态 只有内心有污点的人 才跳进黄河洗不清 水 只有在安静的时候 水中的杂质 才会慢慢地下沉 人 只有在安静的时候 心灵深处的烦恼 才会慢慢地从生命里消失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过得好 可是到底什么样的日子 才算好 却没有人说得行 有人说 腰缠万贯就是好日子 有人说 地位显赫就是好日子 有人说 住在北上广深就是好日子 还有人说 有一座小院 有钱花 有人陪就是好日子 其实啊 真正的幸福的日子 不需要刻意去创造 只要心安了 好日子就来了 诗人苏氏说 此心安处是五乡 当你的心安静下来 你的生命 就回归到了某个原点 就徜徉在顾湘的怀抱里 心静如水 才是人生大智慧 看起来很难做到 其实也很容易做到 放下心中的杂念 用心生活 用心洞察身边的一切 心安了 福气就来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